因為這是邱澤第一次演舞台劇 你覺得這部戲 這個作品你從中有過的什麼樣的收穫 然後你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 我覺得收穫是在跟以往表演經驗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要非常的專注 在整個戲的表演過程裡面 它就是一個很長鏡頭的one take 一個多小時的one take 不太能失誤 幾乎不能失誤 要非常專注的活在當下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其他的表演經歷也有一些相輔相成的幫助 就在每個鏡頭的瞬間你也會更專注的在那個當下裡面 我覺得那個能量是會加倍的 那你不曉得對於就是跟邱澤算是第一次合作嗎 其實我這算加演也不能算第一次了 之前跟去年演跟今年演 你覺得那個心態有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比上次演的時候放鬆許多 因為上次算是還在磨合 很多然後那時候 因為有太多不管是技術上或什麼 我們都在像打仗一樣 這一次就比較可以衝容一點 但是我覺得也很有趣的是 我們每次收工 像昨天收工之後就會在那邊聊天說 這次在場上感覺怎麼樣 就會去討論說 好像這次有點 你知道因為已經演過了 所以我們的慈悲回來的很快 然後就會覺得說有點開自動導航 但是會想說開自動導航 會不會覺得有點空或什麼這樣 就在討論那種 就是對對對 就討論 然後我覺得說反正 我覺得劇場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每一次演出 其實對觀眾來講 或對表演者來講 都是不一樣的 它都是即時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我們接下來每一場演出 就像我們今天常常演的 我覺得我還在睡夢當中 哈哈哈哈哈哈 放心我們沒有早場 我們沒有早場 對對對 就每一場都不同感覺 嗯 對 那兩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去年演的時候 還沒有變影帝 還沒有入圍 今年這個時候在家演 那個星期 可以跟我們想一下 好像沒有想這個 對啊 好像沒差別耶 上台好像沒有空間 沒有腦袋沒有空間 會想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 反而是我們會討論的更多是 因為其實 所有的動線跟走位跟台詞 其實幾乎已經 好像長在身體裡面 就是我們有在講說 你走到位置 那個台詞自然就會 跑出來 嗯 那我們反而會討論說 那到底是不是應該 要把之前記得的節奏 全部鎖起來呢 還是應該要把它放掉 讓它流動 因為你把它鎖起來的話 會變成好像 呃 看似做對了 可是 心裡面好像是不是哪裡空空的 那如果你不把它鎖起來 讓它流動 它會不會反而更好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對 你們這樣講 感覺我們的戲很危險 危險才好看 這樣我在下面太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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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對 這應該是這次的挑戰 就對我們大家來說 對 這部戲最觸動你們兩位的是什麼 或者是你們最感動 最有感覺的是什麼 哇 我覺得是那個包容跟愛 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不諒解 跟無法理解對方為什麼要 對彼此這麼做 包括他對宋勝元那一部分 包括他對他兒子 然後 彼此的不諒解到最後跟媽媽 媽媽後來也是包容了這個小孩子 然後因為他喜歡的 所以最後 我覺得那個包容性對我來講是最感動的 我們包容請媽媽講一下話 包容就是 包容就是 包容就是愛嘛 因為愛 所以願意去接納 我覺得接納 然後看到 看到他跟你的不一樣 那你這次在排 看他們兩個有什麼長進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蛤 有肉長進 有 都有長進 就這樣 對對對 就這樣 他還有什麼問題 他還在睡夢中 沒有啊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